刀就砍在手臂上 鲜血哗哗流 有个朋友昨天找我 说他们两口子吵架 媳妇一生气回娘去了 可怎么办 我说能怎么办呢 你也回你父母那儿 看看谁耗得过谁 当然了 这是开个玩笑 我劝他了 以后别老跟媳妇吵架 多心疼心疼人家 你知不知道 在古时候就有个人 因为跟媳妇吵架 媳妇回娘家 差点闹出人命了 我跟大伙讲的这个故事 在安徽淮南的凤柴县 有个农户叫牛修温 他是个富农 家里有点财产 娶了个媳妇 是隔壁县的 叫陈安芳 牛修温毕竟是务农的 家产都是一分一理攒下来的 平时有点抠门 这天陈安芳逛街去了 也不知道这是看上了什么东西 可能是个什么爱马仕的包吧 非得买 牛修温不同意 就没买 哎 你不光这样还骂他一顿 他一点活不干光是他败家 陈安芳就不乐意了 毒气 堵了一夜 到凌晨越想越不得劲 索性收拾东西回娘家 牛修温正睡觉 也没拦着 陈安芳背着包袱就走了 这会儿天还蒙不亮 陈安芳也不知道害怕 从村里边出来 要穿过树林往城里走 可就在他穿树林的时候 迎面来的三个人 老远 陈安芳啊 还听他们聊天呢 说是要一起去乡下买猪 回城郊去养 估计呢是要办养猪场 可谁想到呢 这仨不是好人 见陈安芳自个儿 在林子里走 还拿着包袱就喝起了 这女的包袱鼓鼓囊囊 肯定不少钱 抢了吧 养猪强 反正四下为人呢 仨人当时就决定了 上去就抢陈安芳 陈安芳性子也烈 还反抗 其中的一个人 抽出一把刀来 一刀要砍向陈安芳 陈安芳害怕 赶紧躲 这刀就砍在手臂上 鲜血哗哗流 给陈安芳吓得 掉头就跑 包袱也不要 一边跑一边喊 抢刀抢劫了 用刀杀人了 这仨人害怕 也不敢追 拿着包袱就跑了 我估计啊 包袱里边肯定是有点钱 但是不多 你想啊 牛熊文那么抠门 怎么可能给了钱呢 多半就是些个救医生 那仨人打开包袱 肯定得很后悔吧 话分两头 陈安芳跑回家 就跟牛熊文就说了 牛熊文从床爬起来 吓一身冷汗 当时后悔了 赶紧道歉 说以后别再赌气回娘去了 而后呢 就跑到城里抱了棺 毕竟是丢东西 还动刀伤人 现官呢 就得办案 可一琢磨城里这么多人 我上哪找去 那一问 当时天不是没亮透吗 这陈兰芳根本就没看清这仨人长什么样 而且这要是一间一间查 肯定来不及 那仨人早就回家通风报信去了 打死不能承认 现官聪明 又分析了 这仨人抢了包袱卡的人 肯定不敢立马回家 多半呢 躲到山里分赃去 那这案子 我还得呀 快着办 趁他们回家之前 确定身份 于是找了个牙役 扮成了农户 还现杀了一只鸡 把鸡血抹到牙役身上 让牙役跟疯了似的 满街跑 一边跑啊 一边叫唤 说出强盗了 刚才我在林子里 看见三个上乡下买猪的 让强盗砍死了 钱都抢走了 还要砍我呢 幸亏我跑得快 跑出来了 就这么喊 那时候县城也没多大 喊了这么三圈 家家户户都传开了 于是有三个妇女赶紧上街 拉着她就问 那三个买猪的长什么样 我这丈夫今天早上起来买猪了 不会是他们吧 好了 牙役知道 找着了 赶紧报告给县官 县官当时就让三个妇女各自回家 然后派了便衣守在门口 果然到了下午 那三个买猪的陆续回来了 还没进家门呢 就让便衣们给扑到了 二话不说 急拿归案 后来分开略微一审 也就全招了 这个还骂呢 说真是亏大了 那包袱里真没什么钱 我们什么都没得到 还要还得坐牢这叫什么事啊 所以说两口子 平时尽量还是别吵架 吵了架也别赌气回娘家 家和万事兴